我想就著大灣區 我們所見到的一些問題 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第一 我覺得 林鄭月娥她是連 究竟香港的未來 她都要抄習主席的說話 即是說蘇州過後無艇搭 這一句的說話 去表述 究竟大灣區的未來對香港的影響 我自己覺得從這一點 她是無時無刻都記住 她要向中央政府表忠 是沒有了自己的一個視野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我怎會是相信 她去到這個所謂的協調平台 說話的時候 真是能夠很清楚大聲地說到 香港人 香港這個社會 如果要在大灣區的發展裏面 是起到作用的話 最重要的關鍵詞 就是要維護到 我們在一國兩制之下的特色 我們是法治制度的優勢 我們是資訊流通 人才匯聚的優勢 我們的制度優勢 從這個制度優勢的過程裏面 我們是能夠向前跑 以我們是跑得更前 超越今天的水平 去帶動整個灣區 9加2的城市群裏面的發展 但很可惜我們見到 林鄭月娥呢 經常用的詞匯 當然叫做配合 以及叫我們 向北上尋找機遇 我在這裡想借一個 香港人都很熟悉的 北上尋找機遇的故事 去總結這個概念 很多香港的廠家 80年代 北上尋找機遇 後來就學習一個詞匯 叫做教式徒弟母師傅 之後就會見到 在內地原先可能是 以香港的廠家 作為主導的企業群 是慢慢被內地的企業 是超越追趕 或者取代 這一種的現象 其實如果放回大灣區的政策下面 我們都可能是會經歷 類似的一個處境 今天 在這個綱要上面 中央政府也好 地方政府也好 經常都說 香港有我們的制度優勢 所以要利用香港的優勢條件 去打造大灣區的 作為一個有競爭力的 國際創新科技的平台 去拉動整體的發展 但是如果 香港特區政府 每一天所想的事情 都是在想著 我們怎樣去 在這個結構下面 在大陸 找更多的好處的話 其實 香港自己本身的自身地位 就會慢慢失去光芒 而更令到我們擔心的地方就是 在這個灣區的綱要當中 是講得很清楚 香港是應該要發揮兩制的所長 而兩制的所長 正正就是被中央政府 和這個特區政府 是一步一步破壞 這個最新的現象 就是反映在這個逃犯的 條例當中的反映 我們是將一國兩制本利 是透過基本法去區間的兩地的司法制度 是切割了出來 但是透過如果特區政府 最終是能夠通過這個逃犯而交的條例 結果就會將這兩個本利 透過基本法區間開的一個法制的系統 是打開了一個門 打開了這個門的時間 這一種的互通 其實亦都會影響香港 未來做一個國際城市的地位 因為兩地之間的法制的系統 事實上的差距 距離的認受 是非常非常之 是令到國際社會 是有一個很大的不信任的 到最後我們會看到 中央政府在管治香港 在這個綱要裏面也都寫了 他要體現全面管治權 換言之就是說 作為一個國家的政策 當然是考慮如何能夠 最終在香港這裏 是實現得到 所謂統一的觀念 我記得鄧小平有講過 為何要用一國兩制 要行五十年這個概念 就是他認為 經過了五十年的時間之後 兩地的是政治、經濟、社會的氣氛、態度 都會拉得近一點 過往大家可能的想法就是 應該內地的政治的體制 逐步逐步朝著更加開放的方向向前走 從而從這個基礎去拉近兩地的距離 但是 在這個灣區經濟干擾當中 我們所見的現象 似乎就是中央政府 是很刻意地希望 在政治上面 已經逐步逐步蠶食 一國兩制當中香港的 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法治的系統 另一方面 透過經濟的融合 引誘很多的香港企業 去選擇落戶內地 從而逃空我們香港 就是在經濟發展上面 如果我們自己不大步向前走 以多元經濟出發的話 我們要面對的經濟的困局 再加上就說 在這個江耀裏面所講的各種的人才 如果是北上尋找生活所需的時間 的禮遇、優待 亦都會成為另一種的力量 是拉走我們的人才 當機遇和人才 都是逐步逐步 是透過這個灣區江耀 是落戶在內地的時間 那其實 香港的未來 其實有些什麼可以依賴呢 是不是去依賴 就在內地經濟裏面 手指垃漏下來給香港的 就是餘蔭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香港就會慢慢變成一個 被混在一個籠裏面的金絲鳥 可能我們都失去了 我們應該有的是謀生的能力 所以我在這裡覺得 林鄭月娥 她自己大言不慘地去講到 她沒有令到香港 作為一個被規劃的城市 但是她的行為 她所帶領的方向 正正就是沒有正視到 這一份的干擾所衍生的後遺症和問題 而她沉醉於短期的利益 我覺得這一個才是整個問題的所在 如果林鄭月娥自己本身不反省 不思考究竟香港的競爭力 如何能夠提升我們的台階 如何能夠維護到 我們的一國兩制的特色 我們最終就必然只會成為 內地的二三線城市 所以這也是我對林鄭月娥 這一種跌了落地 甚至跪了落地 撿上沙的這種態度 是覺得非常非常之 不能夠接受 甚至是覺得她這樣做 是完全愧為 即是香港的特首 特別她自己講到自己作為特首的時間 要侍奉兩個老闆 但是由過往到現在 到這一份的規劃綱要 都只是見到她心目中的老闆 只有一個就是天朝 就是中共中央的政府 究竟香港人 在她這個事奉的過程裏面 她有些甚麼的路徑是給香港人 我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對於林鄭月娥 她進一步去表述她對於灣區崗耀的看法 但是我在這裏 是予以一個很沉重的譴責 我覺得她這樣做 其實是會令到香港的未來 是陷入一個可能是重蹈八十年代的過程 教式徒弟 沒有師傅的過程 對於香港的廣告 香港的廣告 大家都很關心了香港的規劃 我不是的 但是對她本身的廣告 就是將這個定位 就說她要討論 何分手契 金融共修免 發展創歌 那個定位本身 本身是否也都是同意 還有這個問題就是想 剛才都說 怕教室徒弟姆斯 就是以前的過程 其實現在喜歡買房產的 很多人就說 中國的建議 很多時候 收一些多人的電術 即是會不會擔心 即是香港買房創歌 如果從大陸發股 很多合作的時候 可能香港企業 或者他們都會 批准這些這樣的基礎 我想首先有關鍵 就是說究竟香港那個 制度優勢 是不是透過各種的努力 都是予以一個 是很重點要維護的 是優勢的所在 如果我們是 我們在 舉個例子 現在的逃犯移交 被人見到 我們的法治的制度 原來透過基本法 是區間兩地的安排 現在變成透過逃犯移交 可以打開這個後門 國際社會要怎樣看呢 究竟再看香港的 是法治的制度 是一國兩制 還是一國一制呢 這個可能已經有一個 很根本的變化 都不頂 再加上就是說 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 本來應該很重視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表達自由 等等的核心價值 但是特區政府 似乎都通過 各種的司法手段 去令到這些價值 不能夠有效體現 這個其實是令人擔心的 其實是令人憂慮的 因為當特區政府 在很多司法過程裏面 去藉著一些檢控 去譬如說 不承受使用電腦 去處理一些 去在那個可能是 利用了這些法例 去管理一些政治問題的時候 其實是令人擔心 香港的社會 由過往這些 大家很熟悉 很認識的一種 普通法治的系統 的改變 是會令人有憂慮的 所以剛才你所說的 其實就很牽涉到 特區政府自己本身 和香港人本身 是有一個什麼態度 去維護香港有的 一國兩制的特色 如果大家都不維護的話 自然是沒有的 亦都自然就會出現 剛才大家所說的 國際社會會有各種 覺得原來你已經不是 一國兩制了 是一國一制的時間 將你驅逐出這個國際的社會 那你很自然地 就不能夠成為那個 譬如創科研究的時候 要選擇落戶的地方 第二個就是說 在那個 未來的多元經濟當中 當然我們要將我們自己的 優勢產業 是進一步發揮的 譬如我們的 金融好 航運好 等等 我們叫做仲裁中心 這些的 這些都是我們現在 現有的優勢產業所在的 我只是說 如果我們停留在這個水平 不提升我們的水平 不提升我們的台階 去到一個更加能夠有效吸引到 不單止內地的企業 是國際的企業來到香港的時候 那麼香港的國際城市 就慢慢 就失去了 我們的面向 國際的這個面向 那麼這一個 就反而 也都會是我們 我們現在 在這個灣區經濟的干擾裡面 特區政府自己 給我們香港社會的看法就是 它很滿足於 只要內地的企業來到香港 繼續填充著 國際企業離開香港這一種的趨勢 它已經很滿足 這樣其實本質上已經是影響了 香港社會的 即是未來 我們的 長遠利益所在的 所以 我所講的 我是指出 我們不可以停留 是一種配合內地發展的態度 我們是應該有一種態度 就是我們要跑得很前 以一個超前的態度 從 我們出現一種 不可被取代的狀態 去拉動整個灣區 即是灣區經濟的發展 我們才能夠保護到香港的長遠利益 如果我們只是用 我們今天有的優勢 去 輔助 協助內地的城市的成長 而我們自己不照顧自己本身的價值的保護 甚至創造價值的要求 我們就會好像80年代的 創家回大陸 經過了10年 20年之後 就會出現 教式徒弟 沒有師父 戒時 我這一代人 或者我眼前的記者朋友 你這一代人 或者我們電視機前面的一代人 都可能沒事的 但是 到我們下一代的小孩 就可能要面對一種 很沉重的經濟結構 就是香港再不是一個 擁有著 跟內地 不同的一個城市 一流的城市 可能我們變成一個二三線的城市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相信不是香港人 所希望見到的 長遠的香港 而要是這樣做的話 亦都是對我們的下一代 非常非常之不負責任 所以我重新再說 就是我覺得 林鄭月娥 在看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他是觸錯用神 人家說他被規劃 是指他自己本身的態度上面 是願意被規劃 態度上面願意被規劃 正正就是問題核心 其實在內地 如果熟悉內地的那些 國情的朋友 都會知道 內地的城市 在爭取所謂中央政策的時候 就往往 在爭取政策的時間 當然要擺多些 見到自己的城市的名字 但是怎樣做呢 一定是以維護 那個城市 自己本身的最大利益 作為基礎 我從來都未聽過 一些城市 是會 我放棄自己的城市利益 然後去成就你 譬如我不會聽到 你佛山市的市政府 說我要成就這個 可能東莞市的利益 所以我放棄我佛山市的利益 去成就你東莞市的 你不會這樣做的 同樣的情況 香港都是應該一樣的態度 就是 當九加二的城市 這個是灣區城市群 都是用一種競爭的態度 特別內地城市都在競爭 這是我和林鄭月娥最大的分歧的地方 我絕對不接受她這種態度 可以嗎